这个娱乐新闻呢就是五月天他为这个美式足球代言 辞命抱着美式橄榄球往前冲 运动神经不发达的五月天成员冠佑说什么也要答正 想要当美式足球NFL代言人五月天可是拼了 把鸡蛋当球接装满水的水球也是训练道具 没接到就失败罚你伏地挺身 谁今天都没做过的吗 简单的传接球练习OK那实际对打五月天撑不撑得住啊 NFL楼史上唯一一队华裔兄弟球员爱的华瀚David Wang亲自交战 五月天偏学别玩但要着装上阵戴帽子也是一门学问 美国超级杯美式足球赛开打43年下来第一次找华人大爷 砸大钱邀请五月天到美国亲自体验 短短10天拍了16集的纪录片 还让他们到场边一堵激烈刺激的美式足球赛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美式盖球现场可以盖球赛 好漂亮的拉队哦 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火辣热血运动版的五月天 目前却只有大陆能够看得到 他们代表大中华把NFL楼的热潮带进大陆要拉台收视群 只是光荣代言的片段 台湾人想要一次看个够似乎还有得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对